不知道球员在交流什么 听得不是很清楚 57、63、60 郑清文一度连赢8局 送但逆转前美网亚军费尔南德斯 首次打进WTA100名武汉站8强 也在和对手的三次交手中首次获胜 赛后 郑清文的团队集体长输了一口气 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而坦言不敢看郑清文比赛 怕心脏承受不了的郑外婆 确实一脸兴奋 还疯狂挥拳 比郑清文还激动得及时感 不过 比赛进行刀刺盘第三局时 郑清文和菲尔南德斯隔往发生了争执 双方均向主裁进行了投诉 比赛也一度中断 从比赛的转播画面来看 菲尔南德斯非常气愤 有一种吃人的不满感 而在这次小插曲之后 菲尔南德斯的气场明显下滑 不仅双误送机会 同时状态下滑 也给了郑清文翻盘的机会 那么 赛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赛后 郑清文也对这个抓码瞬间进行了回应 据郑清文回忆 每次当他接发球的时候 菲尔南德斯的爸爸也是他的教练 总是一直说话 这严重影响了自己的情况和预判 于是 忍无可忍的郑清文就对着 菲尔南德斯的团队说了句 你非要在我接发球之前说话吗 正是因为郑清文的这个举动 惹怒了菲尔南德斯 由于菲尔南德斯是站在网球场的那一边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说给他听 还是说给我听 于是 菲尔南德斯向主裁投诉 并质问郑清文到底对他的团队说了什么 郑清文做出解释后 菲尔南德斯提醒裁判 希望他注意点 裁判则回应道 这些问题他会解决 比赛重新开始 但菲尔南德斯的心态已经崩了 对于这个小插曲 郑清文认为我觉得网球吗 这很正常 有些小插曲 都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 关于郑清文的下动作 维基奇曾在奥运赛后抱怨称 郑清文经常使用小动作来干扰自己的节奏 只要看台上稍有动静 他就会拖延发球时间 以获取喘息机会并进行心理战 美国富家女纳瓦罗也连续在奥运会和美网之后 套轰郑清文残忍更衣是没朋友 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一直会默如深没有正面回应 有消息说 是因为郑清文在练球的时候喜欢把对手朝死里打 但也有球员透露 是因为郑清文打球时候小动作多 女球员的比赛也是一场攻心计 斯瓦泰克的八爪鱼 到斯塔彭克用脚摩擦地板发出杂音 萨巴伦卡伴随机球发出的好声 菲尔南德斯街发钱每次都跳两下 都曾被人质疑和炮轰 但这也许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吧 不管怎么样 郑清文已经晋级八强 不管有朋友更衣室的朋友 也许 这个阶段的他只注重打出成绩 且逐渐打出更好的成绩 四分之一决赛 郑清文的对手是意大利小钢炮鲍里尼 此前 郑清文两次击败对手 并对意大利球员保持是八连胜的恐怖记录 不过这个赛季两个人的状态和表现都非常出彩 这次无往的对决到底是继续拉旧恨 还是酿心仇 赔率1.44到2.75看好郑清文过关 WTA1005汉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 赛会5号种子郑清文7号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 一度连赢八局直接送单 最终一五七 六 三 六比零逆转机败前美网亚军菲尔南德斯28号 终结了个人对后者的两连败和中国球员对后者的十连败 这也是郑清文职业生涯首次打进五网八强 第六次打进10名零级别赛时的八强 也是他本赛季第七次 总第16次打进巡回赛八强 八强次数超过去年全年峰值 获胜 郑清文收获215分 73193美元奖金约合人民币517101元 即是排名7号 根据WTA官方的统计数据 在通往利亚德年终总决赛的积分榜上 桃米的冠军积分上升到3665分 和美国富家女纳瓦罗3518分的分差拉大到147分 费尔南德斯是2021年美网亚军和2019年法网青少年组女单冠军 脚程灵活 打法多变 线路分明 技术全面是他的特点 此前 郑清文和费尔南德斯有过两次交手 无疑胜计 一个疯狂的数据是 费尔南德斯和中国球员交手记录是胜三负 其中 ITF17连输三场 来到巡回赛时连胜 也就是说 巡回赛层面 目前还没有中国球员胜过他 把我们姑娘都扫了一个遍 比赛进程 手盘 比赛一开始就打得非常胶着 费尔南德斯小巧灵活 启动速度快 移动快 下手也快 尤其是出手瞬间一拍的加厉 真的是很有杀伤力也颇巨隐蔽性 面对加拿大姑娘的快节奏 郑清文有点跟不上 想跟对手比快 却总是跑不到位 这也导致小郑今天的非兽破型失误非常多 第五局 郑清文率先对线破发 却在第六局惨遭了 Game光速回破 三到三 最糟糕的是在第十二局 郑清文非饱不可的发球局上来就0比30落后 尽管回坠两分 却在关键的往前截击中没有朝最大空荡激发 反被跳跳火速感到还回出漂亮的小斜线 输掉这一分后 郑清文有点泄气 随着一记回球出界 郑清文5到7先丢一盘 一个小插曲 费尔南德斯局间休息还记笔记 真是非常勤奋且认真了 四盘 比赛打出了《火药为何抓马》剧本 先是郑清文盘间换衣服超时被裁判警告 随后第三局 费尔南德斯质问郑清文在接球前跟他的团队说了什么话 并向裁判进行投诉又少一个更衣室朋友 眼神非常凶狠像是要吃人 争执之后 加拿大人的情绪受到影响 还遭到现场观众的嘘声发出双午 郑清文则是第三个破发点上正手反斜线压线率先破发 随后连破带宝取得3比1的领先优势 第九局 费尔南德斯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郑清文的反手反斜线和正手直线打得非常果决 再连续逼出三个破发点 以及现场观众的朱维加成后 郑清文一个滚网球拿下比赛 又到三 跳跳要封 决胜盘 郑清文的手赶起来了 上来就劳威给姆强势爆发 随后 郑清文神了 费尔南德斯崩了 桃米成为在底线对轰中更多一派的存在 连下五局 宋诞拿下 下一轮 郑清文的对手将是赛会3号种子爆里尼6号 后者以63 6-2横扫幸运落败者埃利卡安德烈耶娃70号 交手记录 郑清文VS爆里尼 20 2023WTA500郑州战半决赛 郑清文62 6-3爆里尼 2023WTA250帕勒末战决赛 郑清文64 1 6 6-1爆里尼 这场比赛 只是郑清文职业生涯的一个缩影 从默默无闻的小将 到如今冉冉升起的网谈新兴 郑清文一路走来 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和考验 但他始终保持着对网球的热爱和对胜利的渴望 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 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郑清文的成功并非偶然 这背后是他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和对网球的执着追求 他拥有着超强的意志品质和不服输的精神 即使面对再强大的对手 我们看到了中国网球的希望和未来 相信在他的激励下 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网球运动中来 为中国网球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郑清文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只要心怀梦想并未知不懈奋斗 就一定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让我们一起期待郑清文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为中国网球赢得更多的荣誉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对郑清文这场比赛的看法 以及对中国网球未来的期待 这场比赛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女子网谈的竞争格局 菲尔·南德斯 这位曾经在美网赛场上掀起青春风暴的加拿大姑娘 近年来状态有所起伏 她对阵中国选手的娇人战绩 依然是横跟在中国金花们前进道路上的一道障碍 郑清文此意的胜利 无疑是为中国网球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金花的实力和潜力 这场胜利不仅仅属于郑清文一个人 更属于所有为中国网球默默耕耘的人们 回顾中国网球的发展历程 从丽娜的横空出世到如今百花齐放 一代代中国网球人用汗水和拼搏 浇灌着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壤 郑清文正是这片土壤中孕育出的最美的花朵之一 郑清文的故事也激励着更多年轻人勇敢追梦 网球这项充满激情与魅力的运动 正在中国大地掀起一股热潮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拿起球拍 走上球场会洒汗水追逐梦想 郑清文的成功将激励着他们在追梦的道路上更加坚定 更加勇敢 竞技体育的魅力不仅在于胜利的喜悦 更在于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精神 郑清文深知这一点 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而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谦虚的态度 在赛后的采访中 郑清文坦言 这场胜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但我不会因此而自满 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 我需要更加努力的训练 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心理素质 争取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郑清文的话语 展现出了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成熟和稳重 他深知 胜利只是暂时的 只有不断努力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网谈中立于不败之地 并且在竞争激烈的网谈中立于不败之地